繼續第二部份的《新訂造》 剛才和鄧子琦聊了一會兒 繼續第二部份的時候 我們先聊聊一些唱片 今年沒有什麼新歌 主要是演唱會 去年的時候 我記得你有去過台灣市場 做一些宣傳 對 我想問一下你的感覺 台灣的市場和香港 或者其他內地市場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大家喜歡的東西很不一樣 尤其是我上個禮拜才去完內地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就是 因為大家的文化背景很不一樣 所以他們喜歡的東西其實很不一樣 譬如說有一首歌 我上一首唱片裏 有一首歌叫做《美好的舊時光》 那首歌在香港 沒有什麼DJ會提的 通常香港的DJ提的 都是一些譬如我去年有《Good to be better》 就是《No real》那些歌 但是去到內地的時候 原來最多DJ提起的歌 就是《那首美好的舊時光》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不同地方的人 他們的文化差異有在的時候 他們喜歡的東西很不一樣 他們被吸引的東西很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了解一下究竟他們 會被attract的是什麼元素 是 而且我會覺得比較開心的就是 譬如你好像 一隻碟裡面有十個兒子 有些兒子在某些地方比較突出 但是去到某些地方 你另外那幾個兒子又突出 不會說有些兒子有人喜歡的 其實都一樣有 不過看看哪個地點 對 很開心的 你知道很多時候去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放在他們的宗藝節目宣傳的方式 或者他們喜歡的方式 都很不同的 那你自己上去的感覺是怎樣 都挺輕鬆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 因為太多電視台 所以他們每一個不同的電視台 都會千方八腳去想一些環節 是其他電視台好的 所以其實你去到不同的 宗藝節目上面做的事情 都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每個人去看不同的電視台 看你上不同的節目 他們可以了解不同方面的你 嗯 但是其實由你第一張EP 即是開始 都已經是會放一些國語歌曲 在你的唱片裏面 那我想問其實國語歌 是不是你很喜歡一種表達的感覺呢 我覺得其實語言是很 很決定那首歌究竟是會給什麼感覺人 所以其實我是很著重 究竟那首歌 我想說什麼 我想給什麼感覺人 而我去決定我究竟填廣東詞 還是填國語詞 嗯 我覺得兩種語言的特色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廣東我是比較爽朗一點的 會比較直接一點的 而國語就是比較流暢一點的 可以 而且是溫軟一點的 所以其實我是很決定 就是我一定要去 首先決定那首歌 我想表達什麼 然後那首歌給什麼感覺我 我才自己去決定 究竟我想這首歌是什麼語言 嗯 其實我一直以來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自由 因為那時候從來不會限制我 究竟你要做到什麼比例呢 你這首歌是香港的 你要多一點廣東歌 他們從來都沒有給這個限制我 是 那都不錯 因為可以隨便發揮 真的才可以做到你想要那種感覺 是的 那你自己比如說 如果你說喜歡的話 那廣東歌你喜歡多一點 還是國語歌你喜歡多一點 其實我兩個都很喜歡的 因為是有些歌 你把它轉成國語是一定不好聽的 嗯 你已經會感覺到是差一點的 是廣東話比較傳承一點的 是 但是有些歌 譬如好像Ini 你填了廣東話 直接唱不到 因為廣東不會有一個字可以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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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找到一個廣東字 是可以四個不同的音 再重複到 但是它是適合音的 是 所以你會知道 有些歌是一定要用國語才唱到 唱得好聽 如果那樣東西轉了做廣東話 又可能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是的 那你自己比如說 有沒有一些國語歌曲對你的影響是很深的 譬如說你成長的過程在哪裡 國語歌曲 其實影響我比較深的應該是英文歌 反而是 因為我小時候喜歡的是 Christine Aguilera Beyonce 那些 Marelle Carey 是的 我去到我再長大一點 真的接觸這個圈子 我認識了我經理人之後 我知道我自己可能會在這個環境下 去做歌手去做我的音樂 其實我很想了解究竟這個地方 本來他在做什麼歌 他的音樂是怎樣的 這裏的人他們的背景是怎樣的 我才開始接觸多一些國語歌 廣東歌 嗯 那就是 變成我聽英文歌的時候 是小時候聽得比較多 對 就是比例上 但是又 什麼時候開始你覺得自己是想做一個歌手 我知道你音樂創作很早 是不是 真的想做一個歌手 這個想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到我接觸了經理人之後 一切都是因為他 因為我以前覺得 歌手好像做美少女戰士一樣 很難 你會覺得很遙遠的 因為尤其是以前小時候 網絡不是那麼發達的時候 你基本上只是在電視上 還有在雜誌、報紙上 你才可以接觸到那些明星 我經常都覺得 哇 完全是中間有一個超級大銀河 隔著你們這樣 我覺得 那個好像是一個虛幻世界出來的東西 我不會覺得我可以接觸到 嗯 所以就以前一直都沒有想過這個東西 你會有時發夢的 尤其是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有個花手當咪用 你會發夢的 但是你 我一直都沒有覺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嗯 但是你喜不喜歡唱卡拉OK的嗎 有些人當自己是唱卡拉OK的時候 會 會 我在卡拉OK那裡是經常跟一些 因為我喜歡唱卡拉OK 但我不喜歡一大群人去卡拉OK裡面玩 所以我小時候去唱卡拉OK 我通常是約幾個唱歌很好聽 或者一起去參加歌唱比賽的人 一起去卡拉OK那裡練歌 嗯 所以大家去到真的唱歌 是啊 那有沒有較量的 其實去到 也不會去到較量 但是通常我唱的時候 如果別人在聊天 我就會說你不要聊天 聽我唱 然後我就會叫他們給我意見 那他們唱完又會叫我給我意見 就是大家是很… 就是類似學術交流那些 哇 原來很厲害 很搞笑 那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少了 因為每天你都在唱歌 做事的時候 所以去到你需要娛樂的時候 你已經不會再卡拉OK 你已經是留在家裡 但是見這班朋友呢 經常都會見到的 因為大家以前在那個環境下 一起去掌握 大家有很多共同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算我們的活動 不是再像以前一樣 但是經常都會聯絡 嗯 就是要保持那個友誼 是吧 剛才我們聽到 詹姆有說 填歌詞的時候 比如說有一首歌曲 是一定要填國語詞的 那這一首歌曲呢 不如我們在這一刻 就先聽一聽 又或者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想填廣東詞 其實有沒有方法呢 那我們聽一下這一首 I.E.